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展阶段 去到展出不同时期的一些特色的工业制品 一个工业展览当然有很多香港制造的展品 或者是半制成品展出 但是同一时间我们也不想忽略了 其实这些产品背后一些人的故事 因为其实这些产品制造出来 其实也是依赖很多无数公民阶级 或者是企业家的一些创建也好 才可以制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展览除了展示一些工业制品之外 其实也有讲述人的故事 透过很多口述历史的访问 还有很多历史上片 其实也看到当年香港工业的 蓬勃的面貌是怎样的 Carol 正如你所说 这次的展览也有过千件的展品 怎样去挑选出来 还有它们有什么代表意义 这次的展品主要来自历史博物馆 也有来自香港文化博物馆 因为两间馆加上的商品 虽然差不多占整个展览的八成 但也有些不足 于是我们也有去问其他公司 或者是一些商家商制一些商品 希望透过一些展品的展示 去说整个香港工业发展的历史是怎样的 其实透过这些展品 也可以看到香港工业发展的历史 但当中有没有哪一部份的一些展品 是你印象特别深刻 又或者是觉得对于整个香港工业历史来说 是有一个标志性吗 其实战前我们香港工业已经是非常发达 有很多门类的工业已经发展了起来 那譬如是香港生产的一些电筒 或者是一些叫气灯 就是普通人未必想像到 原来香港战前已经有一些这么发达的工业 那这些气灯你又不要小看它 其实那个生产的流程是非常之复杂 那需要的技术是非常之高的 那所以其实是一些高规格的厂房才能生产到 那我们香港战前已经有大量生产的气灯 或者是电筒的一些工厂在那里 是一门香港主要的出口的产品的一个门类 那另外呢 我们香港的藤器业是非常之发达 那特别是战后就发展得非常之蓬勃 那出口量是非常之多 其实业界都一直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 那张藤椅呢 其实那个设计概念是来自菲律宾的流行的一些藤椅 就是我们称为飞碟椅 飞碟形状的藤椅 也有改良到的 在香港利用一些创意之后 其实就是改良了 因为我本来四只脚都是用一个藤去积造的 但是呢 就为了迎合西方人是喜欢一些不同材质的混合 那其实就是用了三只脚的一个设计概念 而且是改了用铁器去做 那这个也是香港人适应那个出口市场 或者是不同时代的需要 Carol 可不可以说一下其中一件的展品 好像跟一些炮掌有关 是 那我们其实都有一件展品 就是来自广晚龙炮掌厂的 那这间炮掌厂早早已经结了业了 但是原来呢 曾经是飞升国际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生产一款炮掌叫电光炮 放那个炮掌的时候 它会发出一些光是好像闪电那样光 而且很响的 那它的产品是如何飞升国际呢 其实是1953年 即英雷王伊利莎白二世登基的时候 那广晚龙这间厂因为很出名 于是被邀请去到当地 庆祝登基大殿有很多活动 其中在伦敦发放一些烟火 那广晚龙的炮掌或者烟火 在那个场合 就令到那些嘉宾很雀弱 因为很精彩 所以我们香港的炮掌 或者烟花都曾经在一些 那么重要的场合表演过 出名过 其实每一件的展品 都是代表着香港工业发展的一个印证 多谢Carol今天的分享 拜拜